大家好,我是東運走橋,鮑勃 我們從東京來到愛知縣的浦郡 所以我們今天要在這邊來一場半日遊 其實我是第一次來到浦郡這個地方 因為之前通常都是去名古屋等等比較大的城市 所以有機會來到沒有來過的地方 是不錯的一個經驗喔 好啦,我們大概坐車十分鐘左右的 我們來到了海鮮市場來 我們的第一個行程啦 肚子超餓的 好啦,我們來看看螃蟹在哪裡呢 螃蟹在哪裡 吃的螃蟹,哇有夠大 哇,來,下水囉 我們等一下要水煮章魚啦 我們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章魚的內臟挑出來 然後放到這個盒子裡面 我覺得這實在還蠻不錯的體驗 因為大家基本上就只吃章魚 然後不太會去知道章魚他的各個身體的部位 以及其實料理起來其實多麼的辛苦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算是蠻寓教於樂的吧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經驗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開始抹鹽啦 因為等一下熱水裡面是不會有鹽的 所以我們要讓章魚有味道的話 就是要在這邊把鹽抹上去 讓它有點鹽漬 所以等一下章魚就有風味出來囉 洗完之後呢 章魚變得十分的乾淨 那我們連下水其實都有它的獨特的方式 就是你要先這樣子蒸 手這邊像戴手套一樣 然後把章魚這樣放下去 然後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方式 當然這樣子下去 然後它就會整個捲起來 其實還蠻可愛的喔 我覺得鹹味我剛剛抹得很努力 但有点咸味,然后QQ的感觉真的是 自己做出来的章鱼最好吃啊 那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是鱼市场啊 所以呢,这边的鱼市场虽然规模并没有很大 但是所卖的鱼的种类啊 是非常非常多,多大也可以进来看看喔 那我们现在上车进去前往下一个景点呢 好,我们料理教室就正式开始啦 我的围裙已经准备好了,让大家看看 包勃精湛的厨艺吧 虽然我平常没有在煮饭啦 我们挑一只自己最喜欢的 然后接下来呢,就来料理咯 都是鱼超多的 我整个被鱼鳞攻击了 那我们已经洗鱼完成了嘛 那接下来因为鱼会有鱼腥味 所以我们会用热水把鱼腥味去掉之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做金木雕的酱啦 那我们是水跟酱的比例是1比1 所以我们刚刚是加了250cc的酱 所以现在要加250cc的水 保持像现在有这个泡泡的状况 然后去调整它的火候的大小 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了 就可以 Со furмphet 讼 ¡OK! await! Yap! Hanky 大概过了30分钟我们终于完成了 你看,鲍勃的鱼血結晶 我们刚刚工作园员就是厨师 他们教我们怎么正确吃鱼的方式 因为正确吃鱼不容易制造骯鱼 先说一 fund 这边 surgeries 這次也蠻用心的,他們準備一個可以吃的盤子 以及可以吃的筷子給你們使用 先備 來吃吃看 哇這個 好好吃喔 中山吃的好飽啊,那我們接下來要離開這邊 然後去下個景點囉 那我們待到今天的最後一個行程之前 我們來到這邊非常有名的觀光景點 要主導我們這邊散步一下吧 我們現在來到Laguna Temples來看看燈飾吧 我們接下來要等到五點左右的點燈儀式啦 我們在一起去看燈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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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去看燈儀式 我跟你們說 我們要去看燈儀式 我們在一起去看燈儀式 我們要去看燈儀式 我們要去看燈儀式 好感人 看完比我想像中 還更感動,跟小朋友的互動 音樂跟光影效果真的做得特別的好 讚喔 那我們就繼續往前走來看燈飾吧 這邊是海中生物區 你看有小丑魚 我覺得算蠻特別的吧 因為通常我看Elementation 就只有點一顆一顆的燈 但是我覺得它特別做得像燈籠一樣的樣子 我覺得是蠻有特色的喔 這是這邊的Rainbow Archive 聽說有100萬個燈泡喔 真的超屌的 再稍等一下 這後面會有雲海 然後應該是配上這個燈 是會超級漂亮的 卡通的 超級漂亮的 超級漂亮的 以上就是浦郡的半日遊介紹 尤其是這個地方 我覺得它這邊的燈飾比東京很多的燈飾都很漂亮 所以我覺得有幾乎一定要來看看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見 掰掰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